好,接下来看到花莲市民代表会 第21届第8次的定期大会 19号上午首先是由市民代表蒋邦法 针对大城新村附近的连外道路 期盼公共设施有效开发活化 接着由市民代表林百瑞 针对农兵桥进度和佐仓公园道路规划进行咨询 花莲市民代表会第21届第8次定期大会 19日上午由市民代表蒋邦法 针对大城连外道路附近的公共设施开发活化提出质询 希望县市能够好好的合作 把我们大城西部计划的主计划道路 就连外道路 公共设施的部分能够先把它开闭完成 征收的该征收的就是征收 让这些私有土地的继承区也好 或是开发区也好 能够活化利用促进地方的繁衍 带动花莲市的生活品质 因为荣家旁边已经退让了台电也退让了 它可能横跨胡靡西到上志路跟新城乡都有关系 还有荣家旁边的玄建明光桥部分到上志路 这个路现在太窄了 可能有牵涉到土地产权的问题 我想这是为公共利益 就是要发展地方 你一定要把道路开通 这不是只有大城西村 整个周边的那些私人土地居然为建筑用地 我想花莲市现在要发展 建地真的要怎么样来突破给他们 赶快慢慢的开发成功 接着由市民代表林百瑞 针对农兵潮进度和左舱公园道路规划 向公所相关客室主管以及市长要求说明 在农兵桥的部分 我们市公所能够尽量的把这个要该做的工作 叫嘉义行串团能够跟我们配合 我们能够请嘉义行串团赶快把这个整个的桥梁做起来 把交通整顿起来 不要因为它整个的停顿 而来影响到我们花莲市的一个整个的交通的问题 还有就是左舱的问题 左舱就是在整个花莲市的一个通盘检讨 前次作业要先做起来之后 把我们的路 就是说不要做得弯弯曲曲的 就遵照整个的都市计划的一个路线来做 整齐划一 不要随便就是说随着地形在做了 这样的一个情形